这棵莲子树开花结果了,剪点枝条回去做纤插苗,以后用来做盆景 从中间剪断,可以做两棵不同造型的纤插苗 先把上面的枯枝较长的枝条修剪掉,再处理一下根部,把根部十字刀劈开 再把根部十字刀劈开的位置用两个小树枝交叉撑开 这样扦插长出来根系是非常多的,在小树枝撑开是可以防止它后面长一盒的 把突出多余的树枝剪去 根部分成四半,之后会长出四个独立的根系 育苗袋底下铺一层松软的营养土,前粘好粘子 之后上面再盖好营养土,一次性浇透水分 搞一个透明的塑料袋,把上部分的枝条封住,防止水分流失 底下要用夹带扎好,处理好了要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 等待生根发芽,不要放到阳光下暴晒,一般半个月就可以生根冒芽了 剩下另外一株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 开简单的正式 停下来,把电子里进去 避养土后面要 threw小火 所以就像水分最后一身这样阴挂的 冷藏度 charging,冷藏度 后面要放一部,放一层松软的 平约一层松软的 一层松软的 再放一层松软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